今天呢,来聊聊Edward's Garden Edward's Garden位于多伦多Lawrence和Leslie的西南角 这块土地最早是苏格兰移民墨房主 亚历山大Mirren于1827年购买的 用来经营茅房厂和巨木厂 到了1944年,Rupert Edwards购买了 Mirren家族的这块11公顷的宅基地 Edwards先生把它改造成一个精致的花园 里边有花坛、池塘、木桥 他还用了425吨的石材建起个假山 还有一个私人的酒栋的高尔夫球场 1955年,Edwards先生把这个公园卖给了政府 两年后,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 在公园停车场北边的建筑是多伦多植物园 是一个非盈利的园艺和教育组织 停车场南边有一条小路 穿过一座桥可以通往Sandy Brook公园 这条trail可以骑车、滑轮滑、滑板 这些东西 Edwards Garden里不允许骑自行车、轮滑和滑板 公园停车场一两年前开始收费 每小时两块五 Edwards Garden四季风光各异 春天里万物复苏 虽然说多伦多的春天来得晚点 那也是桃红柳绿、鸟语花香 夏天是美丽的季节 公园里路边的花坛百花齐放 齐花一草争齐豆艳 秋天是色彩最丰富的季节 秋风送爽、落荫冰芬 冬天白雪矮矮的北国风光 不过冬天公园里没有维护 会提醒游客自己注意安全 我特别喜欢Edwards Garden 是六弯摄影的好地方 天气好 带着家人孩子逛公园 景色如画 人在画中游 正是给家人孩子拍照片的好时候 喜欢拍花草、拍微剧 这里有的是各种奇花异草 有的小巧精致 有的硕大奇特 海蝶在花中飞舞 蜜蜂也忙着采蜜 给近五花卉带来生机 曾经在山上 有一块圆子专门种玫瑰 各种不同种类的五颜六色的玫瑰 非常好看 我自己特别喜欢拍荫素花 这种花的杆不是直的 而是随意的延展 给人的这种感觉 特别的散漫 奔放不羁 花呢是橙红色的 特别的妩媚妖艳 Edwards Garden 也是动物的天堂 在这里呢 偶尔能看着小狐狸穿过草坪 会看到浣熊大模大样的六弯 公园里松鼠花蜜鼠那是到处都是 他们不太怕人 他们是公园的住户嘛 你看这只工作的多努力 嘿 这个更逞能了 一下子搬三个果子 都快跑不动了 你看这个老先生 悠然自得的坐在那 为花里鼠多温馨的画面 还有这个圆滚滚的土拨鼠 在享受美味的花生 馋坏了旁边的小松鼠 又想去偷吃又不敢过去 左转右转着着急呀 在看那土拨鼠 离也不离只管自己吃 挺好玩的 瞧 说的不好意思了 跑了 加拿大鹅每年春天都会有一两对 在公园里安家繁衍后代 曾经呢有一对加拿大鹅每年都在公园中央的这棵大柳树上安家 我见过起码就有五年 最后一年大概是2008年 他们把窝建在高高的树上 他们会轮流的一只在窝里孵蛋 一只到树下来警戒 然后顺便吃东西 等小鹅孵出来呢 他们就会跟着父母一起 在草坪上在水里游泳 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很可爱 吸引很多小朋友来围观 再看看他们是怎么睡觉的 除了江大鹅 池塘里还生活着野鸭 你看这些个可爱的小鸭子 跟着妈妈一起游泳 在公园里还经常可以看到捉木鸟 树林里经常会听见捉木鸟捉木的那种声音 还有这种红色的Cardino叫起来特别好听 在公园里也常见到 初秋的时候呢 还会看到蜂鸟 大概会停留两三周的样子 蜂鸟很难拍 因为它很小 飞起来又飘忽不定 又很快 一般的呢 是守候在他们喜欢的花的附近 两三年前 公园里也请来三位黑人雕塑家 雕了很多的这个石刻作品 有人物 有动物 栩栩如生 摆在公园的路旁草坪上 还真是给这公园增加了不少特色 好了 Edwards Garden 今天咱就聊到这 谢谢您观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VID-19 打赏